十八号是太阳花学运满一周年的日子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号 这场学运对台湾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当时很多纪录片导演立刻进入抗争现场 拍摄下历史的镜头 完成了九部不同主题的纪录片 有一些关注国家机器对社运的控制 有一些拍下了学运领袖的心路历程 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性的时刻 2014年三月十八号 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 纪录片导演们立刻进入议场 影像真实记录太阳花运动的时末 共同见证历史时刻 任何的历史事件或任何的重大的运动 一定很多人要建立那个权势权 官方会有他们的权势 我们作为独立媒体 独立的纪录片工作者 我们应该也要用自己的权势 那我们的权势很重要是说 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厉害纠结 我们没有正常利益在后面 所以我们权势是会比较贴近人民跟土地的 为了争取权势权 运动发生当下 纪录片工会号召十位导演无仇拍摄 影片划分为九个主题 包括探寻两个世代民主运动的 野百合与太阳花 蔡从龙导演的国家机器的启动 质问国家机器的暴力逻辑 还有导演赋渝拍摄不小心变成总指挥 贴身记录学运领袖陈维婷 在运动期间的转变 冲过一波最大的人 蛮久前来自豪没有退让的意思 什么时候要退一场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退 他们还是算是比较无忧无虑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包 然后可是到进到异常里面的时候 就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他们已经变成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不一样在于说 他们变成了那个需要让人家花力去 去跟他们讲话的那个人 纪录片透过群众目资平台 号召大家共同完成 短短六天的时间 目到两百万元的目标 太阳花运动来得又快又震撼 导演们把握稍纵即逝的历史时刻 有些现场一旦驱离 就再也不存在 我们碰到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在现场 现场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哪里发生冲突 或者在哪里可能会发生警察 打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工作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一定有我们的工作伙伴 在家里面监看电视 然后告诉我们在现场的摄影说 你现在要出发到什么路跟什么路口 那边有警铭的对峙 然后我们现场也会有人做调顾 社会会期待年轻人 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更愿意倾听年轻人的心声 请跟我们一起站出来 守护台湾的民族 自由和未来 太阳不原纪录片 导演们用更真实的镜头 记录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